有的 開心回來 我就是過去的米 所以我們現在再繼續 看看他如何回應我們 下一題就預備了 無一法可得 我們究竟在學什麼呢 儘管看看答案 在內在的規範 而忽略內在的智慧 從心理科的角度來看 這個問題和固定思維有關 即代表將學習視為單一的目標 而不是持續的過程 這種思維模式 會令我們忽略了學習的真正意義 即提高自己的能力和知識 以及發展自己的內在資源 我試圖解釋他為何會這樣回應我這個問題 我覺得他將我的問題全息成 我們不斷地讀書 究竟在學什麼 又或者我們不斷地去研究一些概念 即是那種 裝置那種 以無崖脆有崖桌意的問題的方向 但我們繼續下去 去看看我的全息是否合理 從佛教和心理科的角度去看 解決這個問題的關鍵 在於將注意力轉向當下的經驗 而不是過度關注目標 這種注意力的轉移 可以通過冥想和其他正念實踐去實現 他經常都賣廣告 不過我是agree的 當我們可以在當下保持開放 好奇和接納的態度時 我們就可以更好地理解自己和周圍的世界 此外 我們還可以通過探索自己的內在價值觀和目標 來發展自己的內在智慧 並將學習視為一種個人發展的過程 而不單止僅僅是達到目標的手段 我的建議是 當你感到困惑或者不知從哪裡開始時 先停下深呼吸幾次 並將注意力轉向當下的經驗 試著用開放好奇和接納的態度 去探索自己的內在觀和目標 之後 其實他也是重複 這段 我也覺得 就是我所說的方向 他會把這個問題變成 我很想知道世界和宇宙的真理 不斷追求 然後我可能會有點迷失 我不知道自己在追究什麼 然後尋求基階法的意見 但其實我這條問題 其實是想他回應有關兇性 即是比較想他回應到 其實沒有法這個常傳主體 我們可以追求的和義 而我們得到法的那一件事 究竟是什麼呢? 心機也會說 無知亦無得 究竟法是否真的可以得到呢? 或者可以得到的那一件事 究竟是什麼呢? 我會說他未必很直接回應到這條問題 但當然 一篇文字 我們永遠都可以有自己的詮釋空間 所以如果我們真的要 超譯這裏 或者盡量去寬容一點的心態 去理解這段答案 他也有個位是說 我們可以把注意力放在當下的經驗 而不是過度關注目標 可以算是回應到 究竟是什麼呢? 究竟是什麼呢? 我們有沒有得到什麼呢? 究竟我們得到的又是什麼呢? 如果那個東西在這裏 我們得到的 我們是什麼呢? 那一件事 他只叫你 深呼呼吸 保持著開放的態度 然後去看看 究竟你現在在經歷什麼 所以 嘻嘻嘻 屎摸你幹嘛打嗤 這個空間是有我的屎摸 可能會出鏡 所以 看看你覺得會不會回應到 之後就到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是什麼意思呢? 面對愛情關係 是不是應該應無所住 那是不是我可以同時擁有多個伴侶呢? 自信 親愛的朋友 我了解你對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意思感到困惑 在佛教中 這個概念強調放下執著 不要讓自己的情緒和思想 被固定在某個人和事物上 就可以達到內心的平靜和自由 好了 咦?咦? 繼續看下去 從心理學的角度看 過度執著一個人或事物 會導致情緒的不穩定和焦慮感 因此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的意思是 學習放下過度依賴和執著 令自己的心靈自由 當面對愛情關係時 應無所住的概念 並不意味你不能有一個伴侶 咦? 然而這也不代表 你可以同時和多個人建立親密關係 在佛教中 用這些行為被認為是違背道德和倫理 從心理學的角度看 同時和多個人建立關係 會增加你的壓力和焦慮感 因為你需要管理多個關係和情緒 時間管理大師 因此 我建議你專注於一個人 學習放下過度依賴和執著 建立一個穩定和健康的關係 最後 我想給你一些具體的建議 都是再重複上面 我已經觸到 這個佛AI的Pattern 就是最後它好像有一個conclusion 但其實也是重複上面的idea 即使是這樣 我覺得它的回應是簡短而正確的 意思是 它一來有解釋到 應無所住而生其心是甚麼意思 然後它真的會回應 應無所住 不等於我們可以有多個伴侶 而是很跃倒入我的問題 因為之前我們有幾條問題 是覺得它正在回答甚麼 又或者需要我們嘗試去詮釋問題 去回應我們當初的問題 但這條不是 這條就是直接回應到 所以是很好的 同時也會提到佛教裡面 算是一些愛情觀或者關係觀 例如跟多個人建立親密關係 是被認為違背道德和倫理的 所以如果真的要很挑剔 很吹無求知 就是希望它可以再說多些 是甚麼才有這個結論 例如是否犯了誤駕病的斜任戒 但是純粹是因為慈悲心 因為你跟多個人同時間有關係的時候 可能那些人都會不好受 所以如果真的要挑剔的話 我會說這條可以elaborate多些 但這條很好的一個位置 是它提到心理學的角度 它是會提到如果你跟多個人建立關係的時候 其實你才會濕濕 即是你拿屎上身 因為它提到會增加你的壓力和消毒感 就會給人有一種 它是為你著想的 它也是不想你這麼痛苦的角度 所以這條會比較入口 而且它很溫馨地提醒你 因為你要管理很多的關係和情緒 那你要 take care 很多人的感受 然後要好好分配時間 其實都是很困難的 會令你很焦慮的 所以我會覺得這條答案 都高分的 直到現在腳臭的題目 都仍然沒有答案 所以我決定用我的方法去rephrase它 看看它會不會有所回應 同事腳臭 我快要嘔吐 怎麼辦 好嗎 我們不要要求佛陀 他要有禮貌地解決這個問題 我覺得在回應這個 咦 有了 我找到這個機械佛的 那些什麼 攻略了 就是要簡單直接 這條問題 親愛的朋友 我了解你的感受 當你的同事腳臭 影響到你的情緒 和身體健康時 這是非常困擾的 首先 請注意自己的呼吸和情緒 深呼吸並放鬆身心 從佛教的角度來看 我們應該以慈悲心和同情心對待其他人 因為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煩惱和困難 我不需要尊重和寬容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 臭角是情緒和記憶相關聯的 當我們臭到令人不快的氣味時 會引起焦慮和不適感 挺好的 我覺得這一段 但是 他整段都是很counseling 很acknowledge的感受 但我們看建議 接下來 我建議你可以從幾個方面來解決這個問題 首先 你可以直接與同事溝通 以一個友好和禮貌的方式提醒他這個問題 你可以提供一些可能有助於解決腳臭問題的建議 例如今換物子和鞋子 使用除臭膏等 我們可以想像一下整個場面是怎樣 我先試試 我知道了 Peter 我走過看到買兩雙鞋有八折 不如我送一雙鞋給你 我聖誕聯歡會抽到一些物 你看看你有沒有興趣 我怎樣才可以用友好和禮貌的方式 你純粹 你是直接跟他說 Peter 你的腳有點異味 我很擔心你的身體問題 不如你嘗試去尋求專業的意見 很難 但他這裡有一個挺有趣的提示 就是 此外你也可以通過改變自己的工作位置和時間表 以減少你與同事接觸的時間 最後你也可以通過使用口罩或香薰產品等 來減輕不適感 他這裡很實際 如果我真的改變不到人 我唯有改變自己 用各種方法去減少和同事接觸的時間 又或者用口罩 我會覺得佛堂解答得很好 是實務的 意思並不是要你用慈悲心去體諒 去諒解人 其實可能其他人有難處 而是 真的去提供一些建議 去給你解決這件事 挺好 我要問我 我 很喜歡 吃 屎 怎麼辦 親愛的朋友 我從你的問題中感受到你面臨的困境和痛苦 首先我想讓你知道你不是孤單的 又不是第一個面對這種情況的人 每個人都有自己的習慣和嗜好 但有些習慣可能對健康和幸福產生負面影響 我能理解到你感到困惑無無助 因為這是一個很難面對的問題 但是我相信你可以克服這個問題 並找到一個更健康的生活方式 從佛教的角度來看 食屎是一種煩惱 是對自己和他人的不尊重和傷害 化化教導我們要放下執著和貪欲 尋求內心的平靜和慈悲 如果我們放下對食屎的執著 並開始收集正念和慈悲 我們可以逐漸解除這一個不健康的習慣 從心理學的角度來看 食屎可能是一種行為習慣或者心理依賴 這種習慣可能與壓力、焦慮、亦不等情緒有關 如果你可以找到這種習慣的根源 並學會應對情緒和壓力 你就可以逐漸解除這種不健康的習慣了 我的建議是 首先要認識到這個習慣的危害 並尋求專業的幫助 例如針理諮詢師或醫生 其次嘗試尋找其他方式來滿足你的需求 例如運動、藝術、閱讀等活動以轉移注意力 最後建立一個健康的生活習慣 例如定期運動、健康飲食、規律作息 以提供新生命健康和幸福感 所以 for your reference 你不是孤單的 嘩 這條真的有 如何學會練金術 親愛的朋友 我可以理解你對於如何學會練金術的疑惑和渴望 練金術是一個神秘和令人著迷的領域 它涉獲到物質和精神層面的轉化 可以幫助我們實現自我成長和內在轉化 很多人都被這個主題所吸引 但同時亦感到困惑和無從下手 不用擔心 我們可以從佛法和心理學的角度去探討這個問題 並提供具體的建議和指導 首先 從佛教的角度來看 嘩 嘩 我覺得它這裡很深 讓我坐好一點再跟大家說 首先 從佛教的角度來看 所以練金術可以被視為一種修行的形式 佛法強調內在的轉化和解脫 而練金術的目的 同樣都是透過轉化來達到目標 在佛教中 我們強調正念、精進和定力的培養 這些也可以應用在練金術的修行之中 同時 我們亦需要對自己的慾望和執著進行觀察和分析 從而了解自己的內在狀態和需求 透過這樣的修行 我們可以逐漸獲得內在的平靜和智慧 竟然達到練金術的目標 嘩 它這裡好一點 它會 捏到 練金術和佛法之間的common point 就是 都是一種轉化 而佛法裡面的練金術 就是 透過觀察自己、覺察自己的念頭 去 練到那種內在的平靜和智慧 嘩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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次 在心理學的角度來看 練金術可以被視為一種自我成長和心理治療的認識 練金術的目的是通過轉化來達到心理和情感的平衡和和諧 在心理學裡面 我們通常會使用一些技巧或方法來幫助人們探索自己的內在狀態和需求 例如冥想、心心整合練習和心理治療等 這些技巧和方法可以令我們更加了解自己的情感和思想 並在這個基礎上進行內在轉化和改變 這段 我會感覺到她是想指出練金術是一種自我成長和心理治療 很多人會想練媽媽 我又在這裏提到愛德華 有些人我講得好像很陌生 愛德華想練媽媽出來 這種其實都是想自我治療的方式 去企圖挽回一些遺憾 我感覺到她是想說 其實佛法來說 你可以透過這種 覺察自己的 一直想追求和學求想得到的東西 去練一些你真正需要的東西 就是 可以將自己從這個痛苦解脫出來的智慧 而最後一段 我覺得是有點罐頭的 她說 如果你想學會練金術 我建議你可以從以下方面開始 首先 了解自己的需求和目標 明確自己想要通過練金術成什麼目標 其次 學習一些練金術的基礎指示和技巧 例如冥想、能量練習和符咒等 再次 尋求一些合適的修行和學習資源 例如導師、書籍和網上課程等 大家請在網上搜尋一些如何練成人體的影片 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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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嘻嘻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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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今天我們就實測了這個機械佛 我自己用下去的感覺是 覺得很值得用 無論是 我問一些比較搞事的問題 還是一些和佛法有關的問題 我覺得她可以很給到一個令人滿意的答案 即是 她顧及到很多方面 然後我可以好感覺到她是 嘗試用一個比較正面的態度 去提供支持和鼓勵 而多於真是 完全好深入地去探討一個佛教概念 或者佛學概念 所以呢 如果大家有些什麼人生疑難或者煩惱 我是很推薦大家 去這個機械佛AI問一下她的問題 你可能可以幫助我很多 但如果真的有什麼問題 你覺得AI法也不太能解答你 請在IG找我 我雖然現在可能要多一點時間覆 但我都會盡量去解答 或者不一定是解答的 而是回應大家的問題 和聽大家說話 BESO 結論是 現在科技發達 很多事情會令我們的生活更便利和方便 很多資訊也可以隨手可得 但我在這裡也要提一提大家 記得Fact Check 而且雖然AI有很多功能 但我覺得它永遠都沒有辦法 取代到人類的一種 人與人之間的交流 又或者 即使他們的資料庫有多麼強大 但也不會有我們的故事 所以 在這個題目我又會說很久 但我就 對了 就是這樣 See you 我沒有想想想想想想看 好 我覺得 我沒有想想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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 在這裡 為何 在這裡 所以 在這裡